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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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問我說 你什麼時候開始學手語的 我說 開始主詞之後 因為我從小學的是生活手語 就是他們教什麼我就比什麼 我亂比他們也都看得懂 我到chuby買通我才知道 原來正規的手語是這樣子比 竟然不讓家裡的長輩參加你的活動 這個節目叫chuby買通 就是用手筆也可以溝通 很多龍人鼓勵我們說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學手語中風的 沒有 不但手可以動的腦可以想 所以非常鼓勵大家一起來學手語 愛是看不見的雨 愛是摸不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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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以為龍人是沒有辦法聽音樂的 但我爸媽他們其實從小 他在我的生命中 我媽就是會聽音樂 甚至我爸在洗澡的時候還會唱歌 我爸他唯一會唱的歌就是 在你注意 大家都會覺得音樂啊娛樂啊 是跟龍人是很遙遠的 但我覺得我剛好是在這個橋樑 透過這個橋樑的角色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這樣的訊息帶給大家 我父母也是龍人 然後我也是龍人 但是聽到他們的分享 就覺得很多的他們的心如力神跟我 我也有感受 而且我很支持他們 而且希望說扣打也要勇敢的表現自己的權利 我們的語言權 如果我女兒是那個 她是聽上的 那我想說以後我的孫子 我要怎麼去跟她溝通 讓她知道說媽媽的心境是怎樣 那你們心理上要如何建設 龍父母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也可以教導小朋友 你的心態要正 當然也是希望說每個人的心 都要放下一些什麼 不要這樣子為此難尷尬 要接受 要接受 接受那個龍父母的身分 家是我們永遠的心靈港口啊 希望每個人的家庭幸福美滿 從小型小愛出發 拉長心破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再看一個小愛的心靈禁 是個小愛的心靈禁 都是一般 建議的問題 喜歡 дел他們一下 歸成的心靈禁 好歸成的心靈 如果是不是很新感動